词试场上有一种newborn china 它有一定的透光度和白净程度 但是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词 我们用几款马克杯来演示一下 您看看它的区分到底在哪 我们打个光来看一下 很多时候光是很好的判定手段 光可以透过磁体 但是它并不通透 像满满的注胶的感觉 来看看funborn china的表现 光很轻易的就能透过磁体 而且这个光是非常清透的 包括这个杯底 你都可以看到透光度到底有多好 而且这个磁体整个都是非常清透的 让人看了以后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 没有那种沉闷 我们再拿一支杯体比较厚的 而且骨粉含量很普通的 funborn china的马克杯跟这个newborn比一下 即使是这样厚重的杯体 它的透光度依然是清透的 而不是那种凝胶的沉门感觉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funborn china的美好的透光性 这个是骨粉含量非常高的一款funborn china的马克杯 是女王母亲的百岁生日纪念杯 高骨粉含量的funborn china马克杯就有这么好的透光性 光合一很轻易的透过厚厚的杯底 再看看这一支的英国骨瓷马克杯 你看它的光竟然可以透过这个杯体硬到外边来 你看 这就是一支好的骨瓷 从它的透光率就可以看出来 骨瓷是世界上唯一公认的高档瓷种 在烧制过程中加入了骨粉而改变了波化度和透光度 funborn china是骨粉含量40%以上的高端骨瓷 而newborn china是用化学品替代了骨粉 它只能说是防骨瓷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骨瓷 funborn china和newborn china 您喜欢哪个更多一点呢 希望这期的内容对您的骨瓷鉴赏有所帮助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